花蓮县工商发展投资测进会第二次委员会 15号在亚洲水年召开 由副县长严新章主持 同时他也感谢在地企业家为花蓮带动经济 希望其次广益共同来为未来的花蓮愿景努力 花蓮县工商发展投资测进会第二次委员会 由副县长严新章亲自主持 除了当地的企业负责人之外 县府各级出首长也一同来参与会议 副县长严新章表示 花蓮走过疫情之后 花蓮的住宿率是满满的 加上花蓮好山好水 是国内来花蓮游玩的好地方 希望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开创花蓮的观光产产业 为了花蓮花蓮这个首永风山的花展 都为了奉献大家的这个经历心理 所以说让我们花蓮的经济都能够飞起来 尤其是在进入这个疫情的时候 还有这个上帝永度观的一种一扇创创 他也开了一扇创创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才最近所有的这个流业 遇到连里的都是满满的 这可以这里就是各位在座的工商店到工商店前辈的这个共建 所以后就进行体验工作报告 并且针对金正花的车道能够震慎必须到 重启国道6号 速化改时速能够增加到80到90公里的速度等议题来进行讨论 希望能够作为花蓮新政府未来推动市政方针 记得这种形象够的